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梓淵 歡迎來到我們這一週的 拆拆的單元 那我們這一週要拆解什麼呢 我們這週要拆解的是流書切 也就是流書剪裁 那流書剪裁簡單的說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期限條 就是零層次 然後再加上 三種不同的條量 那你們知道是哪三種不同的條量嗎 千萬不要錯過這一集影片喔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囉 好的 現在開始之前我們先講解一下 什麼叫做流書剪裁 基本上就是有兩個很重要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先將我們的外線 先剪出一個方形零層次 但也不一定要是方形 就是後面是方形 你的側面可以是按照你所想要的斜度 那你想要凸顯臉部的任何重點都可以 但如果你需要修飾的話 當然你可以加上一個比較長的瀏海 去修飾你的顴骨 到你的下額骨這個位置 OK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重點就是我們必須要在這個 剪裁完之後吹乾之後 進行做三個不同地方的調量 這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要將流書剪裁剪得好的話 滑剪刀也就是調量的手法是相對重要的 那我們會分成凸點以下 凸點到我們的馬蹄形分區 也就是U形分區 跟U形分區以上的這三個部分 進行做三種不同的調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凸點以下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整固定以下 我們需要做比較多的點檢的剪裁 讓這個頭髮能夠收進去 但如果是中間這一段的話 我們需要表現出的是法術感 所以我們需要做大量的滑剪 去創造出法術感的效果 那在表面呢 如果說你要創造出鬆度出來 那我們就會使用逆剪的方法 去做這樣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等一下在簡報的時候 會講出這三種不同調量的特色在哪裡 所以呢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趕快進入到我們的簡報畫面囉 好的接下來就進入到我們這一集的簡報畫面 那各位看到我們這一集的主題就是流書切嘛 那流書切顧名思義 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輕薄 輕飄飄的這種視覺效果 你看在表面上面看到有些 很很會浮起來的一些視覺效果 那可是你各位應該有發現到 其實它的層次是零層次 基本上沒有放太多層次在表面 基本上是沒有層次都有可能 但是這就違反了我們一般講的簡報理論 如果我們要看到有輕飄飄的感覺 通常我們在表面或多或少都會放些 不管是內部層次或表面層次的效果 可是你卻在這個髮型上面沒有看到太多的層次 可是你卻看到頭髮飄起來 例如說像這樣 你看這層次只有一點點而已 或甚至這個也是只有一點點而已 甚至我可以說搞不好是沒有層次的 可是你看它的切口 切口都是厚重的 可是你卻可以在 這個看到有那種空間感的感覺 這種流出切的空間感的感覺 這是怎麼做到的呢 這就是講到一個非常跟 前幾年有一個非常衝突的效果 就是我們前幾年可能會做比較厚重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沒有層次 就不會有這種輕飄飄的感覺 但如果說我今天不要有層次 但是我希望有輕飄飄的感覺 那就沒有辦法迴避一件事 那件事就叫做調量 OK 個人修飾化 Buzzizing OK 那這個調量這件事情 我們就要去理解調量 到底為什麼要調 或是他調出來的效果是什麼 那我們今天會針對凸點以下 凸點到我們的表面這個區域 跟表面三個區域來去做思考 也就是說 我們會在裡面這個地方 用某一種調量方法 個程用不同調量方法 來完成出現在你們各位看到這種 所謂的流出切的效果 所以我們其實今天的重點 其實是要講調量 OK 首先第一件事我們要聊的就是平行點檢 平行點檢的顧名思義就是 這是髮片 白色的這個都是髮片 OK 然後藍色的這個進去的 就是我們講的點檢的 這個平行化切口的部分 那最主要就是 當 我們的 剪刀跟我們的髮片形成平行的時候 當我們平行點檢進行做剪裁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出兩個效果 第一個效果就是 它會讓髮尾稍微收進去一點點 就是比較服貼 所以 我們這整個頭裡面可能會最膨的 我的猜想 應該會是凸點以下這個位置 為什麼 因為那個地方 比較多很厚重的頭髮 所以說如果我們希望把它收進去 所以在凸點以下的地方 我們會使用平行點檢 那第二個重點就是 如果說你今天剪完層次有刀痕 我們也可以用平行點檢 來消滅掉這些刀痕 OK 那今天這個頭因為它沒有層次 所以基本上我們 需要的是收進去這件事 所以 這是我們在第一層裡面會使用到的調量機角 也就是平行點檢 第二個就叫做滑檢 什麼是滑檢呢 基本上在這個地方我畫了兩張圖 這個是 滑檢的切口 跟最後的髮尾 它是整個切下去的 整個切下去的 這種做法 比較容易看到就是你會看到 設計師會這樣一直開合 一直開合 剪頭髮 這樣一直開合剪過去 那你會從髮根 髮根或髮中一路滑到髮紋 或者是你拿一把很大的滑剪刀 這樣子滑下去 你的切口 是 表現在整個髮片的面積上面的時候 你就會產生出一個效果 什麼效果呢 就是你的層次的 切口面積就會比較大 你看這藍色的這個地方 就是它切口面積 切口面積大會有什麼問題呢 比較容易產生出毛躁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你希望你 滑出來的效果 不要這麼的毛躁的感覺 你就要可能選用這個右邊這個地方 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的切口 只有在髮中段產生出一點點 OK 你看 我用 紫色是我們裁掉的部分 我把它畫掉 給各位看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這個實驗 紫色是我們裁掉的這個位置 OK 好 紫色是我們裁掉的位置 OK 各位有看到嗎 綠色的 這個是保留的 這是保留的 產生出的是什麼 髮束感 而且 重點是 它的切口 只會有這個藍色 剛才你看到這一點點 一點點 一點點 OK OK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另外一個比較 這個是 裁掉的 這是左邊 傳統意義上面 滑減比較多人可能會產生出來的效果 整個從髮中滑到髮尾 OK 各位看一下 OK 一樣也是髮術感 你看 髮術感 髮術感 一樣也是髮術感 可是這兩個差別在哪裡 好 關鍵來了 切口是從這邊到這邊 看到了嗎 你們看到這個切口是不是面積很大 所以如果說切口面積很大 它比較產生的是毛罩的效果 OK 所以這個要注意一下 如果說今天你希望剪完是髮術 而且基本上它是拿掉一部分的重量 你不希望 剪完頭髮太過於毛罩 建議你選擇右邊的這個 也就是我們最常講的 日系的滑減方法 這個我們在 實際操作的時候會操作給大家看 大家不用擔心 但我要講的是這兩個之間的差別在哪裡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 今天在表面上面 也就是各位 常常會看到像這種效果 浮起來的這種效果 這種效果 這種效果 就是你會在 流書剪裁 流書切這種 髮型裡面常常看到的這種 浮起來的效果 可是你看它表面又沒有什麼太多的層次 OK 我要講的就是重點 就是逆減 OK 逆減的話我們分成兩種 一種是從上面 滑到 裡面去 就是這樣 表面的 OK 另外一種是從裡面 滑上去的 OK 裡面滑上去 這是從裡面切進去的 跟我們發現到什麼 一樣也是短 到長 它也是高層次 只是說這樣的一個高層次 你在滑進去的時候 它會被藏在裡面 藏在裡面 所以這是兩個不同的 一個是 這個在表面 這個在裡面 OK 所以你在逆減的時候你就要去想一下 如果我希望 我的層次都在表面有那種層次的感覺 你就用 這個表面的這個 逆減的方法 如果說你希望 逆減完的效果是在 裡面的感覺 就好像 你們看到像這一根 這根頭髮 它的層次 表面的層次不高 可是裡面的空間被拿掉了 這種就是 裡面滑進去的效果 OK 那如果說是像 這樣的感覺 表面可以看到一些層次的效果 可是它又沒有很多 那這種都會在表面 這種你可以稍微取捨一下 但基本上我們今天只有在 某部分會用表面 因為我們希望表面感覺 還是 沒有那麼多層次的 它的層次還是在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大部分在表面這一層 都會用裡面的粒減的方法 來去做操作 所以 今天的第一層 我們會用平行點檢 就是凸點一下 那第二層我們會用滑減 會用右邊的這個方案 滑出法術感覺 然後再來 我們的表面會用 裡面的逆減的方法 把裡面的重量 就是把這邊的重量拿掉 然後表面這邊 是保留的 OK 好 那我們的層次架構怎麼減 我們來走一次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們會凸點以下這個地方 先建立出一個方形架構 那這邊減完之後 大部分會有問題的地方 是這兩個角 OK會比較厚重 所以我們今天這裡面的角 會先去掉 怎麼去呢 我們等一下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 就是我們會 左右梳 然後把那個角給去掉 讓 裡面的這個 這個角 不要產生出厚度 因為這個髮型最害怕就是 那兩個角 產生厚度 這個我們在實際操作的時候會跟大家做說明 然後接著呢 我們就直接第二層 就直接剪出一個 所謂的那個 水平的一個架構 那我們今天的都不要做提升 OK不要做提升 但如果說你說 老師我可不可以用手扶一下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不要拉得太緊 那我們今天都會用梳紙去做檢查 那這邊要講一下就是 我們在剪兩側的時候呢 你去思考一下 你需不需要讓它保留一定的斜度 因為我們今天是 後面是剪一個平的 不會剪太斜 如果你要斜 你可以從側面開始 寫一點點 最大的關鍵在於說 這兩側的部分 不要跟著頭形 順下來 因為你跟著頭形 順下 你可能會產生出什麼問題 可能會產生出一個 頭髮 往前面就會短掉 然後你往旁邊放的時候 它就會變這樣圓上去 就沒有那麼好看 所以 今天我們在剪兩側的時候 我們會往外移動一點 OK 這是最後的結果圖 那我這邊講一下 基本上我們都是剪平的 那如果說你有需要的話 你側邊可以稍微放一點點斜度是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 就算是放斜度也不用放太斜 因為基本上 流書剪裁大部分都是比較多平的視覺效果 這個可以思考一下 那我要講一下就是 裡面第一層這個地方 我們會用點剪 第二層 用滑剪 第三層 我們會用逆剪 這是我們三層的調量手法 所以我們今天在實際操作的時候 我會操作給大家看 什麼叫做平行點剪 什麼叫做滑剪 什麼叫做逆剪 三個動作 我們都會在 今天的 就是周五上架的會員影片裡面會講到 這三個動作 OK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剪包的部分 大家要記得 我們在剪這個表面的時候 這邊最後提點一下 一定要自然垂落 很多人在剪表面的時候都會把前面的頭髮往後梳 那你這樣的話表面放回來這一段就會產生落差 這邊要小心一點點 OK 那接著我們就會去做收尾囉 那有任何問題 我們就下面留言 好那我們就換個場景 來做說明囉 好的 我相信大家剛剛看到剪包的畫面應該就非常清楚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剪裁出一個 零層次的效果 那我這邊要多講幾句話就是 你在設定零層次的時候 你一定要先去先 開引導線的時候 你要去想到你的最後的結果會在哪裡 如果你是剪平的 那你就要留意到就是你下到第一個點 跟你最後的這個位置 基本上不會落差太大 你可以直接推敲出來 那但是如果你要剪的是斜的 那你要去想好你要斜切的這個角度 例如說我要斜一點點 還是我要斜很多 都會影響到你最後的一個效果 那這個有什麼重點呢 那當然很多同學說 我可不可以先在前面先下刀 然後之後再去接後面 當然也是可以 不是說不可以 只是說你的這個都要先想 不管是從前面開引導線 也好 還是後面開引導線 也好 你的起始點 一定要去想到你的終點 不然的話很多同學都會 我起始點開完之後 開到終點的時候想說 怎麼這麼短 這不是我要的 或者是你從前面開 開到後面的時候已經超過 低於你的髮際線 或高於你的髮際線 甚至在髮際線周圍 你都是會造成你很多困擾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就是說 你第一刀開下去之後 你要去想要你最後的位置在哪裡 你這樣子的話的剪裁 才不會容易失誤 你才比較容易達到你所想要的位置 這就是我們之前有好幾集一直在講的 就是 你的設計線 還是很重要的 那再接下來就是調量了 調量我覺得 我們要了解 每一種不同的調 例如說 滑剪刀 你的平行點檢 滑剪跟逆檢 三種不同的方法 怎麼創造出你所想要的效果 我覺得是重要的 很多人在調量的時候 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調什麼 所以你只是按照你的心情在去調 但其實不是 每一種調量手法都有它的特色在 所以我們接下來會有一個系列 都是專門講調量的單元 也希望大家能夠期待一下 OK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週的 猜猜的影片了 那有任何疑問呢 我們就可以 週五可以看會員影片 或者是你可以下方留言 那我也會盡可能用文字的方法 回答你 OK 那本週這個 影片結束之後 我們就來稍微聊一下 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到 就是我們現在已經有上架一些 就是 商品上面的一些影片 例如說像 吹風機 就是我試用完我覺得蠻好的 推薦給大家 那因為 接下來呢 我們會用自媒體的方法來經營我們這個頻道 所以 難免會有一些商品上面合作 希望大家能夠見諒 那會有這樣的想法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真的 收到蠻多私訊 在問商品 例如說 像我這把剪刀啊 或者是之前拿WINS的剪刀啊 或者是兩面的剪刀啊 哇很多 都會問 像我這把剪刀最起碼 收超過三四十封訊息了吧 然後很多我都沒有回 因為我不是賣剪刀的 所以回來好像也怪怪的 那我們未來呢 就是 如果有剪刀商願意跟我們談合作 我們也會非常樂意 所以如果你鏡頭前面的你們 是剪刀商 你覺得 其實在科學剪法實驗室裡面上架剪刀 就是合作剪刀的 業配 是 不錯的 那你就可以私訊我 也歡迎 各大廠商都可以置入 如果你是剪刀商 你在我的 這個頻道或在我IG裡面 下業配廣告 我相信 首先第一個一定是我要用完我覺得OK的 然後 找到我覺得消費者會有共鳴的商品 然後在頻道上面做曝光 那我想對我 對於消費者 也就是設計師 跟助理 跟廠商來說都是三贏的一個局面 所以 接下來我們會 大量的跟廠商做一些互動 那包含之前有提到的 科學染法 科學燙法 這一類的概念 我們也是尋求廠商的合作 原因是因為 廠商資源比較多 然後 我需要商品 的合作 然後才能讓頻道 更久 然後 更系統化的經營 所以其實 這是一個取捨 我覺得也是一個 屬於 步上正軌的一個概念 因為 其實 在 前幾年在經營YouTube的時候 它是一個 玩票或者是一個 陪襯的一個概念 但 接下來我們可能要開始很認真的去思考 這個頻道接下來的走向 好不好 那 這週呢 我就主要是跟大家聊一下 怕大家會覺得怪怪的 就是開始有一些商品的置入了 那我現在拿著手上這個剪刀呢 還沒有開始談合作 因為我也不知道 大家有知道水谷的代理商是誰嗎 我完全不知道 水谷我覺得很好用 但是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好像沒有一個 代理商可以跟他們做洽談 所以我也就放著 但也鼓勵 在鏡頭前面的各大剪刀上 如果你們想要談合作 那就可以私訊 私訊我的IG小兒子 或者是我下方資訊欄有那個email 你可以私訊給我 那 我盡快回覆你 好不好 那在這邊也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這是我們華人的這個農曆年 好不好 那所有美髮師也都辛苦了 因為辛苦了 一整個月對吧 最忙就這個 這個月份了 那這裡是 科學減法實驗室 我是魏紫淵 我們就下週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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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